作词 作曲 盛演 郭文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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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演 郭文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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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演 郭文涛 看着你的时候 总会有一丝错觉 明明是想讨厌 却不那么讨厌 差一点我就相信 这是恋爱的情节 如果我有一次的贪恋 我怕我会沦陷 故意对你坦白我不爱你 故意好比你看我的眼睛 我怕靠近你却靠得太直 我快骗不过自己 故意压抑隐藏我的情绪 故意让自己和你保持距离 我怕你看出看出我故意 就是代表我的心 一拳被你占据 然后就看出我姓夫这ドイヤ 你却靠我的心没合理 我看出我一拳 你现在已经改变我 你现在要被月的人 我可以拍摄 我该认为我 我现在要给你仰勞 我现在要给你 我现在要不认为你 我现在要给你一个好 一气之下 跟他约好三天的期限 你有什么计划呢 沐晨明天会准备技术报告 我和俊墨会带上专家 亲自去研究 但是我认为 数字家庭计划 三天是绝对很难解决问题的 如果是这样 刚刚那一顿饭就很重要了 妈 不要把瑶瑶牵扯进来 你知道吗 瑶瑶琛现在是恒生第二大股东 我们胡家在董事会里面 是非常需要她的支持的 而瑶伯伯又这么地欣赏你 瑶瑶对你也有感情 你为什么不发展一下呢 妈 瑶瑶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但是我对她只有钦佩和欣赏 还不到动情的那个程度 更何况现在是什么年代了 我们不能因为商业利益 就利用感情吧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呢 你们年轻人本来就应该 多走动走动 自然而然地就产生感情了 妈 就算得到瑶伯伯的支持 可是还有俊墨 俊墨未来会拿到 瑶伯伯继承的股份 到时候对胡家 对恒生来说 都是一样的 你瑶伯伯呢 只对她这个宝贝女儿 瑶瑶看重 对瑶俊墨呢 感情是很淡的 如果她们父子秦伯 总比我没有经历过父子秦好吧 火星 你给我站住 我问你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我见儿子 你没有资格 谁让你在外面沾花惹草的 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你为什么还是喋喋不休 你这种强势的性格 弄得我们现在跟仇人似的 火星 当年我认识的你 可不是这个样子 当年我认识的你也不是这种人 二十年前 你在侯胜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法国 但是呢 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跟我自己 一样的报复和任性 可是我的一兄 林慎鹏不断地反对 但我依然决然地要嫁给你 他看在我们兄妹情味上 在公司不断地提拔你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我 你能够有今天吗 当你自己有钱了 就开始在外面沾花惹草 还闹到家里来 好好的一个家 被你亲手破坏 你还有什么资格 要见你的儿子 我知道 在你的心里 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你从来也没有看到过 我的努力和能力 你从来都没有重视过我 虎欣 就是因为你这种强势的性格 毁了这个家 现在 你又不让我见亲生的儿子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造成的 我没尊重你吗 当初你出轨的时候 你尊重过你自己的家吗 我告诉你 我们之间的纠葛 这辈子都谈不完 希望你 不要再牵扯到 我们的下一代好了 你长大了 自己做检定吧 很晚了 早点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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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老二 鱼 好 你 好 飘飘亮亮 笑容甜美 来给他们加油嘛 你现在这个样子 给他们打气加油 好像都还差一丢丢呢 每次都说不过你 好嘛 就算我们不去外面吃 去衡生的食堂 吃一点简单的也好啊 走 这就是我们的3个小日子 这是大家吃的 如果我们的这个家伙起来 去衣食址 就是对鸟 小小她的大匙 这个家伙起来 做什么 的 吃鸟 做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经找到问题出在哪儿了 展会失败的原因 是因为里面的芯片质量不合格 前几次的测试 为什么没有测试出来 这些芯片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没什么区别 可是内在质量有很大的变化 找周围环境一有变化 芯片就耐受不了 可是我们的芯片 应该是同规格里面最好的 对啊 是不是外包工厂加工过呢 他们用最便宜的价格 做山寨信念 我也这样怀疑过 我们的数字家庭计划 产量很大 所以现在新合作了一家外包工厂 这家工厂 是邱志欣安排的 又是邱志欣这只老狐狸 搞得鬼 可是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啊 想不想冒险 什么冒险 大家去工厂 突击调查 怎么会有提升 这家工厂 你认真点啊 我知道 这是和尚的芯片 看 上朝一碰就掉色 就算山寨 也拿点诚意吧 走 拿着吧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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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快跑 下注 快 上 上 快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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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跑 把东西放下 站住 拉下 快 别打了 要打到我了 开追 站住 上车 快点 站住 太气势了 好像在电影了 挂了 各位兄弟们 嘿嘿嘿 看来我们找到证据了 我们看看邱志欣 还能说什么 还不是全靠我 有我在 任何问题顺利解决 你不要说大话好不好 刚才是谁 差点被人打到地上了 明明是我先 发现伪造芯片的 好吗 躲在一边的人 还有资格发言吗 我那叫保存实力啊 你还保存实力 到最后我也没有见你动过手 你 好了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啊 刚才一个腿软的 一个被打的 刚才你们怎么不理直气壮的呀 沐晨 你别嘴硬 老实说 刚才看到我们两个帅气的英子 是不是感觉特别感慨 别不好意思软了 男子汉大丈夫 直面自己的渺小 这也是一种勇气嘛 对嘛 沐晨 你就不要压抑你心中 对我的崇拜了 好吗 没错 太剩三天了 三头青鞋无大 我看他怎么教的 有好戏感 来了来了 混账 老董 今天可是三天期限的最后一天了 你放心 我可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 我一定会等你到今天晚上的 零点零分 怎么样 邱总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你等一下的解释 可能会让董事们 得到明天的零点零分 这个 这这不回事 这这这 我是给 这没办法 这么容易被你发现 是 是 蜆蜜 你做得很好 姚伯伯果然没有看错你 谢谢姚伯伯赏事 不错 谢谢董事长 好 新 开除的危机才刚刚过去 其他的事情就慢慢来吧 简语 看一下 目前的生产量只达到了原计划的百分之七十 上次因为芯片质量问题 我们已和加工厂解除了生产合同 虽然我们解决了芯片危机 但还是影响了生产速度 这样一代我们可能赶不上数字展会了 那有什么企业我们可以合作的吗 在合理的价格范围之内 我会把它提高一些 乔丽的环球倒是有可能生产 不太可能 恒生和环球一直都是死对的 我不可能求乔丽的 对了 我们会将在投资间讯划的 又是通知环球 我们一起进代讯的 可以是来自拍在的 我们的推散 给这个你与企业 我们要联系 我们的担心 我们的推散 为止 我们的推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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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我听我哥说 上次你们两个一起看拳击比赛 玩得很精兴啊 你还好意思说 不都是你出卖朋友吗 那你竟然没有人 什么事 radio 超达 没人 给啊 小辣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帮你付不就好了吗 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么巧啊 伟玲 你说怎么这么巧啊 你说是不是传说中的缘分呢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这明明就是人为嘛 是 这么快就被揭穿了 这么不欢迎我 本来我还准备邀请你 当我晚宴的女伴 谢谢你的邀请 我看夜会我就不要去参加了 我会把这件衣服省下的钱 捐给你们机构吧 我还以为我变得真诚一点 你就会接纳我 没想到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 有这么差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那就是因为我了 怎么会呢 那你就答应我哥 跟他一起来啊 你就当是对我的支持好不好 好吧 最爱你了 那 这件礼服 就算是我送你的礼物吧 我的衣服 还是我自己买的 这么独立的女性 可是会很辛苦哦 如果我现在欠你的 将来会更辛苦呢 那你的将来有我参与吗 我只是随便一说而已 随便一说就说到了我 看来我还是慢慢地走进你的内心了 我觉得也是 你们两兄妹还真是有默契啊 这个啊 是我们最新的 你这是吧 你这是吧 你这是这个 这个吧 你帮我帮我帮你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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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麻烦给我两个坚果礼盒套装 好的 您稍等 自从上次咱们公司发了福利 用了这个坚果礼盒 那就爱上这个牌子了 果然国内的气候 更适合用国内的护肤品 比其他牌子好用多了 小姐您好 这是您要的坚果保湿礼盒套装 好东西叫姐妹一起分享 咱们两个一人一合 你可不许拒绝哦 更好的自己 才能带给别人更多的幸福 你就当给自己做慈善吧 你们兄妹俩 一定是老天派来治我的 谢谢 谢谢 胡总您来了 姚伯伯 这么快就到了 刚好就在附近 好 坐下 姚伯伯找我有事吗 我听说 数字家庭生产设备跟不上计划 为了避免邱之星 在暗地里导弹 我们确实跟很多 不信任的加工厂 去销了合约 产品的质量是没有问题 但是生产数量 只有原计划的气场 所以 我准备 让姚式的加工厂 停止加工自己的产品 转而全力支持数字家庭的设备生产 姚伯伯 这样不好吧 这样会影响到姚式的未来 我是姚式的老板 也是恒盛集团的第二大股东 两个公司的利益我都很看重 当然 这也是深思熟虑后想到的办法 你就不要再反对了 爸 爸 这样不好吧 君诺 爸 姚式最新娱乐游戏机 销售量不断增长 已经让美国跟日本感受到了威胁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增加产量 扩充直营店 怎么反而要闲产啊 关于姚式的发展 我自然心里有数 你就不要插手了 爸 哥也是为姚式好吗 他原本的职业是律师 除了口才好 商业上的事情又值到多少啊 姚伯伯 其实君莫说得也有道理 恒生只要多一点的时间 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我还没老 关于姚式 还是我说了算 还是说切语 你不信任姚式 姚伯伯 您误会我了 我怎么可能不信任姚式 姚式一直都是我们恒生的最佳目标 正是如此 我才那么关心姚式的未来 不如这样好了 姚式用一半的生产线 来支援恒生 生产数字家庭 而另外一半 继续生产自己的娱乐游戏机 刘波 您觉得如何呢 虽然我不懂得公司的经营 但是我觉得 谦语说得是个好办法 而且这个决策的负责人 我认为 就应该让君莫来担任 君莫对恒生对姚式 都非常地熟悉 这个人才绝对是不二人选的 那暂时先这么安排吧 姚姚 你先从谦语回去 好的 爸爸 你给我来一下书房 恒生这件事情 让姚伯伯跟君莫相知 真是不好意思 我觉得姚伯伯跟君莫 应该多多地了解一下 其实是我爸对我哥 一直对我偏见 无论是好是坏 只要提到姚式的事情 我爸都会否定 你嫁在中间 应该很难做吧 其实还好啦 我这个人 对什么事情 都抱有乐观的态度 人嘛 怎样活在当下 我对姚式 未来谁接班 并不感兴趣 不想去争去抢 所以我主要的任务 就是在爸爸 和哥哥中间撒撒娇 缓和缓和气氛就好了 有时候啊 还不得不佩服你 你要是真的佩服我 就拜托胡总 在我的慈善晚夜上 多多捐助啦 没问题 不自量力 不知轻重 姚式集团的事情 哪需要你来操心呢 爸 我不是操心 我是旧事论事 我对姚式出力 是应该的 我只是不想 连姚式的管理 你都要去找千语商量 你拿什么跟千语比 你有她一半优秀吗 我看你分明是心存私心 将来的姚式 跟你没关系 我是你的儿子 为什么不能继承 父亲的事业 为什么姚式的将来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呢 那我看你配不配 是不配继承姚式 还是不配做你的儿子 难道是因为妈当年 是你的情妇 你才一直不喜欢我 我一直看不上我 爸 爸 哥 你奶奶带了一台 姚式的娱乐游戏机 奶奶可喜欢了 想我们大家一起玩呢 是啊 一家人一起玩 咱们一起玩吧 嗯 奶奶 走 我给你 咱们一起玩 嗯 爸 走了 我不去 爸 奶奶说了要一家人一起玩 你怎么能不听奶奶的话呢 你可不要跟我们树立坏榜样 等你老了 我们可是要孝顺你的 鬼丫头 走吧 走 走 走 好好好 一两个 我去我去我去 你笑得好白劲 奶奶好快 都错了老婆 有姚是要帮忙 数字家庭的生产 总算勉强跟得上技能 不知道居墨心里 会不会不舒服 居墨如果不舒服 我会亲自跟他解释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好 先生您好 欢迎光临 您面前 两位先生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 麻烦帮我把这个礼服包一下 先生太有品味了 这件礼服是我们限量款的品牌 那我想请问一下您 您想选什么号码呢 这我不太清楚了 那穿这条礼服的女士 她的身高 胸围 腰围 以及臀位的号码是多少呢 我也不太清楚了 她的腰围 应该是差不多这样 胸围 这位小姐就是这件限量礼服的女主人 她的身高还有三维 大概是这个数字 麻烦你帮她选一个合适的号码 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不过说真的 这位女士真的好漂亮 两位先生 你们稍候一下 我去为你们取礼服 谢谢 好的 副总 一切搞定 你怎么会有林维林的照片 我特助哎 特助的意思不就是 老板特殊事件的小帮手吗 那你为什么会有她这三维尺寸 工作需要 小姐 能不能麻烦你快一点啊 我们很着急啊 好的 请稍等 你怎么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里啊 你怎么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里啊 下次你出现的时候 能不能提前通知一下 我没有这项义务 更何况按照我们的赌约条款 我本来就有自由进出的权利 林威霖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随时可以撕回赌鱼 那倒不用了 你也要去参加 瑶瑶的慈善晚宴吗 做慈善不分高低贵贱 怎么 我这样的攻心 就不可以去吗 那你是跟谁去呢 姚君墨 姚君墨 所以这件衣服 是姚君墨帮你付钱的 这一件衣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胡千宇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小瞧我 你跟姚君墨 应该不属于同一类人 不过最近你们好像走得挺近 反复好像是在 谈恋爱似的 我跟姚君墨 只是普通的朋友 同事 为什么不能走得近 你在担心什么 我担心你 担心我会利用姚氏的势力 然后威胁到你 果然 你还是那么地冷酷 为什么你每次出现 都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我要换衣服了 请你出去 你试着 订阅 不开心 你出去 选择 你出去 已经在了 你去把我 孤独很难过 我可以 闭嘴 我很像你 我然后偷看你 就是发我 我来这一名 能不能 我来这一名 我来这次 什么 我来的 老边 陪着他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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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去 你会来 我去 你也有 你进来干嘛 把他给我 竷痍 老太 zar 老太 怎样 不是 ahah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她的礼服很漂亮 接下来你就随便跟她瞎聊 然后难事更简单 只需说一句 摸摸走 听出你的生意越做越难 接下来你就随便听她们吹牛 你好像很熟悉啊 没办法 熟能生巧 参加的多了 所以要想办法让自己轻松一点啊 我们核杏集团对这个项目一直都非常有信息 数字工业项目很快就能和大体见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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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沫 穿这么红帅想抢我风头是吧 芊怡 原来您的武官是王特助 我也那么能信吗 现在社会越来越充满爱心 就连王特助也来参加晚宴了 什么叫旧连 我平常做膳事都很大方的 好吗 是 是 是 平时为人小气而已 我小气 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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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这个人小气吗 优优医 太可好了 你应该带来的场合 胡总 那我应该出现在什么场合 至少不是花了所有的薪水 就为了把一件入场的礼服 芊怡 宴会就要开始了 姚悄在里面该等着急的 我不都进去吧 林维玲 你的行为 不要总是让人家误会 当个有分寸的人 做适合的事 我想这件事情 不用我来教你了 不好意思 我身体有些不舒服 想先回去了 好 那我先送你回去吧 好 那就麻烦你了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 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 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 还有我 所以愿意 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另一个代替 原谅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 未改变 是我令中坚决 葿队 原谅 hö аров 原谅原谅所有读解 沉默也不是陌生 我只想原谅原谅你的误解 多想象从前为改变 是我还要的情节 原谅原谅不是错线 爱的一种成仙 是沾舞会划过的昨天 原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